來 看到財美貿易與這個投資結局的 協定緝法 現在說要定期會談 美國的貿易代表這個帝基 跟我們的政府議員 鄧正宗要來進行實行會談 這兩邊我們當然說 未來這幾個禮拜可以來開相關的會期 臺灣跟美國繼續家庭合作 美國貿易代表宿 切雜發聲問後 表示貿易代表帝基 跟臺灣政府委員在政中 踏過實行會談 第幾位在會中表達 美國和臺灣進行合作慶祝 相反同期會在未來 幾個禮拜來開第11次 臺美貿易代表 導致結局協定緝法會期 最終是緝法第1年 十月最後一次開會後 第1次中期會談 等政府的經貿部門密切的配合 對政中說到臺灣疊 今年八月三部定頂 第100來科度保安 殘留標準 上方現實推動國際法 和審划 和美國相比貿易關係 相反同期會在 EKFA和WTO 當地面組織結局之下 繼續合作 在這分析現在 TFA中期會談 可能只是進一步了解政行 要進展到簽訂 BTA 那些是FTA的可能性不大 李孫政府 台美說的都是正面 不過如果是美方要求 說的是共憲聯明 未來要怎麼走 也會有很多不確定性 近前中國在政治上 也一直反對臺美 提法會議 經濟部標示 希望我緊張開 討論比處關切的臺美 沒有要期待 近一步慢慢推動 簽訂臺美 BTA 記者綜合報道